我们继续来讲段永平的故事 在上期专栏我们说到 由于股份值改革方案一直无法通过 想把自己企业做大做强的段永平 还是离开了小霸王 不过总的来说呢 这还是一次友好的分手 在执掌小霸王的几年时间里 段永平深得人心 于是在离开的时候 很多公司中层都纷纷离开小霸王 加入了段永平的团队 总经理助理 外销部长 内销部长 工程部长 计调部长 生产部长 计材部长 后勤部长 供应部长 都在新公司找到了相似的位置 甚至给管理人员加薪都留不住 当时小霸王找到了几位 准备离职的中层干部 问他们 为什么不留下来继续发展呢 其中一位说 船长不在船上了 水手们不知道船会开到哪里去 所以要求下船 1995年9月18日 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现在回顾段永平的步步高时期 他做对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公司的股权制度 由于段永平曾经深受股权分配的困扰 所以很明白激励措施的重要性 于是步步高在创业之初 就实行股份制度 中层管理人员可以入股 代理商也能加入 甚至连基层员工如果想入股的话 也可以加入 如果没钱的话 段永平会拿出自己的钱 来借给基层员工帮助他们入股 而偿还的方式 就是未来股份的分红和股利 这样员工也有动力把公司业务做好 毕竟有了利润自己就可以还钱了 在这套制度下 步步高建立支出 作为领头人的段永平 占到了70%的股份 然而随着自己主动慢慢稀释 到后来段永平只有不到20%了 股份虽然稀释 但换来的是团队的众志成城 第二件事还是段永平的看家本领 营销 因为和宜华集团有协定 所以步步高开始的时候 主要做的是学生电脑和电话机 在这个新品牌上 他在把控产品质量的同时 继续把广告营销看作战略武器 1996年 段永平在央视黄金时间的广告竞标会上 砸下了8000万 拿下了新闻联播后5秒的广告时段 第二天步步高再次出手 一个夸张的1.23456789亿人民币的价格 又拿下了新闻联播5秒时段的第一条 之后的几年 步步高一直是央视广告竞标的前几名 偶尔也做标王 在营销上花了很多钱 重金投放广告是一方面 请代言人是另一方面 在步步高时期 段永平先是请来了李廉杰 做步步高VCD的广告 还聘请专业音乐人打造了一首广告歌 可能有些同学还记得一些歌词啊 比如世界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 说到不如做到 要做就做最好 步步高 当时这广告的画风确实有点诡异啊 但真的管用 等到了2000年5月 段永平又请来了国际影星施马辛格 来给步步高做广告 这种大手笔在当时也非常少见 另外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一句非常经典的 乃至有点洗脑的广告语 叫做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这句话同样是步步高的手笔 不得不说 那一辈的中国企业家在营销上都极尽所能 除了像段永平 李经纬 史玉柱这样的风云人物 也除了像孔府 艳酒 秦池 爱多VCD这样的悲剧企业 在我的印象里啊 段永平是那种说话非常实在 但是却具有大智慧的企业家 可能很多人也知道 他常年坚持写博客 零散的谈一谈自己的投资和做企业的心得 开玩笑说 也算是半个网红博主了 所以 我很爱看段永平的文字和采访 里面经常能看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对于自己经营企业的方法 和企业的营销风格 段永平在一次访谈中是这么说的 记者问 从小霸王到步步高 你似乎已经找到了做企业的规律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发现呢 段永平说 每个人都想从我这里听到新奇的故事 我说真话 人们可能不相信 其实做企业真的是这样 99%的汗水 加1%的灵感 我称之为平常心 运动员之所以会出成绩 绝不在于现场哪个动作漂亮 哪个囚禁的好 在于他们每天练8个小时 一年年的练 当冠军之路怎么走 一天练10个小时 一练练十几年 你一听可能会说 这么简单谁都会啊 是的 谁都会 但是真的谁都能做得到吗 中国乒乓球这么普及 但是像我说的这样 每天练8个小时 一练练十几年的人 可能只有几千人 到最后冠军级的选手 可能只有几十人 到这个时候 运气天赋才会起作用 如果没有前面的条件 你连比赛的资格都没有 做企业的平常心是什么呢 很简单 练好基本功 赚该赚的钱 不骗消费者 听起来又很简单 但是真的能做到 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比如质量就是基本功 产品的品质 不是检验出来的 也不是生产出来的 而是设计出来的 做好品质 其实很难 质量不是开一个会 引进一套管理系统 就可以了 而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做 我们每年光是请品质管理顾问 就花费数百万元 部长以上离职培训时间 每人超过100小时 企业基本功 还包括企业生产 管理 营销等系统平衡发展 企业里不同的部分 组成一个桶 某一块板太长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浪费 太短 要补上 有的企业营销方面 的确很长 但是那只能叫一块板 而不能当做桶来用的 如果一定要问企业 哪一方面最重要 我只能告诉你 最弱的那个方面 最重要 记者又问 步步高在广告的表现上 是很出位的 比如步步高 1998年 1999年 按实际投放额计算 是央视的标王 还比如公司会请李连杰 施瓦辛格拍广告 这也是一种平常心吗 段永平说 是不是平常心的分别 就是是否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去央视投广告 因为我们企业实力不强 钱少 只能集中投放 为什么请施瓦辛格呢 也是为了省钱 请合适的明星 可以提高广告的投放效率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实际效率提高的比例 大于请明星 在广告费中所占的比例 请明星 就是省钱的 去央视投标 我们也很理智的 每一次投标都是计算过 觉得核算才去投的 有的企业一高兴就举牌 我们不是这样 比如说1998年那次 有人说我和胡志标在争 胡志标是爱多VCD的 其实我没和他争 在我的心目中 这个位置 这个时间段只两个亿 超过两个亿 我就不要了 同样的钱 我可以花在别的地方 达到更好的效果 在我的思想里 广告是一项技术 而不是一项艺术 我们每次投标 都没有把它当做一次 公关策划项目来炒 你看 不管我投了多少钱 我从来不开新闻发布会的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广告安排 一项营销策略 如果说我花了那么多钱 还兴高采烈的到处宣传 那是不正常的 我从来不干 头脑一发热 就举了牌的事 如果说设立好了 激励机制 用平常心做产品和企业 以及出色的营销水平 奠定了步步高 成功的基础的话 在这个时期内 段永平做的第三件 重要的大事 就是急流勇退 当一个甩手掌柜了 1998年 段永平的事业 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 也就在那一年 他认识了美国 棕榈滩邮报的 首席摄影记者刘新 相识仅仅两个月 两人迅速闪婚 段永平向他的新婚妻子承诺 在把步步高 推上一个新台阶后 一定到美国和你会合 2000年 段永平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在步步高 发展比较稳定的时候 他毅然决然的 选择到美国退休 段永平说 人来到世界的目的 就是要享受生活 要享受快乐 不过临走之前 他还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 之前步步高成立之后 段永平把公司业务 分成了三条线 一块是教育电子业务 由黄一和负责 主要经营的是步步高 点读机 学习机等等 一块是视听业务 由陈明勇负责 主要经营VCD DVD MP3 蓝光DVD这些产品 另一块是通信业务 由审委负责 主要经营无绳电话 步步高音乐手机等等 到1999年初 段永平根据国内外竞争形势的变化 对步步高公司进行了改制 他把这三大业务 按照人随事走 股权独立 互无从属的关系 成立为三家独立的公司 也就是说 段永平把三块业务 单独成立了三家公司 成为三个独立法人 相互间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联系的 那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 就是三家公司 有一些共同的个人股东 比如段永平 我们刚才提到了 省委黄一和陈明勇 几位高管 另外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 为了三家公司能快速发展走上轨道 他们共享步步高的品牌 和步步高原来80%左右的销售渠道 而后来 这其中的两家公司 就成为了如今在手机市场里 不可忽视的两个品牌 Oppo和Vivo 段永平这种杯酒送兵权的做法 形成了步步高系的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 老板不占太多股权 中高层和员工大量持股 Oppo和Vivo两兄弟 也很好地继承了段永平企业管理的基因 目前OV两兄弟的实际管理者 陈明勇和沈伟也只占自己公司股权的10%左右 这两个品牌 也逐渐进化成中国最赚钱的手机品牌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41岁的段永平 物贪恋更大的成功 毅然选择飘洋过海 去经营他的家庭和生活 这让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阶段 也完美落幕 当然 段永平的传奇还没有结束 在美国 他即将迎来人生的又一个新的巅峰 关系无论 内部 没有少许 能百分之 有些人 是一尊咖啡 这些人 在世界上 东西 看